诶,Kenneth 啊? 我们的第一个节目,我们要去评论 今天我带你去评论一个 达卖区最高的高楼 叫做 Geserton Twin Tower 真的,Let's go 现在我们在的位置就是在 婆罗州最高的高楼叫做 Geserton Twin Tower 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看它的 Geserton Twin Tower 跟 Geserton Twin Tower Let's go 一进来,你可以看到 它的 Geserton Twin Tower 就是在这边了 我们其实会用很briefly跟你讲一下 就是这个 Geserton 全部 project 的一些的 detail 现在我们现在站在 就是它的这一部分 of retail shop 将来这边会是 open for retail 罢了的 所以它是full residential 所以它其实是separate 我们接下来就会讲到 最主要就是parking 如果parking的话 它下面就会有两层楼的卡帕 然后上面还是有 lobby过后 就是有卡帕到九层楼 after九楼的卡帕过后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 facility 而facility 最重要的 for Geserton Twin Tower 就是我们的游泳池 比较high来的地方 因为游泳池在外面很多 所以我们都是用coring water 这个Geserton Twin Tower 就是用sort water 这样sort water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保护我们的皮肤 因为很多coring water 用到皮肤会皱啊 正久了过了 而我们的sort water 会用到 你就算整天在那个水里面的话 你也不会觉得你的皮肤干燥 对 然后整个整个楼啦 是56层楼 然后它总共的unit Tower A跟Tower B 所以总共有八百一十九间 对 几乎每一个unit 都会有car park 啦 最小 evento最 basic的 最小间的都给一个car park other than that 全部都是给两个car park 所以其实car park 是足够的 so像我们moving on 我们去这一个枪壁 就是它的那个type so 即本 to shorten up 它其实只有 总共是八个type 最小间就是它的studio 649方车 还有一个最大的是 三个房 一个studio area 就是2041方车 so 这一个type 等一下我们会带你去看它的 actual unit for reviewing ok so 基本上来说就是 你住在这边的话 你可以认选你自己的单位 然后一方面的话 等一下我们也是会看一下 就是你买了单位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怎样的风景 对 一房二房三房 什么都有 ok moving on 这个墙壁就是它的 就讲它的 就是发展商 发展商就是Jetserton Group 然后还有就是它们的 Maincon 我们会比较 concent on 就是你买这个unit 我们会比较知道 我们的Maincon 会不会起 因为这个经验 所以Maincon 那方面的话是不用担心 因为是中国建筑的公司 对 非常有经验 所以如果我们走来 这一个 Fool 的话 就是其实 Jetserton Twin Tower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呃 它是很special的point 就是它的view 其实你可以看到它这个 就是有主要有四个view 啊就是 其实 Sea View啊 什么你要 Mount K的view啊 Golf Course View啊 KK City View啊 什么view都有啦 其实我蛮喜欢它的view 嘞 是啦 我其实 Specifically 我不会很 Hank 那个Sea View啦 我 Personally 我很想 Off Course View啦 怎么咧 因为看青色 对你眼睛好 我们两个已经带眼睛了 对对对 所以看得一点青色 所以 这一个 它就是讲到它的那个 location wise 又近了 实际 它的location 我觉得很ideal 很多人会觉得 很多人觉得 我一定要住在KK City 其实如果不是亚比的人 其实我们 去哪 亚比其实蛮小 所以去哪里都是很方便 所以其实它ideally located 就是在 Dark My Lock 所以你看它 它去到哪里啊 KK City啊 所以本路上 比南邦哪里啊 总之是any other district 都是within 10km 不了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 是附近都没有一个高楼 可以高过它 对 所以它称这为 波罗洲最高的高楼 对 所以 所以我们现在 就去看一下它的show room 对 来 所以这边 你可以看到哈 这个是type F 的show room 它show room 暂时只有一个type 罢了 就是17193房 加一个study area 所以我们来进去看 啊 等一下 这边是有一个kitchen 这个shoe cabinet的哈 进大门 你可以看 它蛮极美 这边都是给你们一个idea 就是怎样可以装修到你们的家 after你拿到你们的手势了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 就是那个客厅跟饭厅一起咯 啊 你讲其实 会小吗 其实不会 因为其实 你看它放了这样多东西 那那个spacer都是很美的 啊 所以那边就是你的TV咯 啊 所以这边你看 那个belcony其实就是这样啦 啊 你不会觉得很压迫感 对 所以之前就是你可以看到 这边出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这些都是你买的unit 可以看到one of the view 嗯 啊 美吗 啊 你可以看到神沙 你可以看到海景都会有热落 现在我们带你去看 就是你看这个它放kitchen咯 啊 这是它的kitchen area这样子咯 嗯 其实你可以看到都是 够用啦 对 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 就刚刚好 对 它这边就是多出来一个island这样子 啊 所以这边它就是放一个 就是dryer这样子的东西咯 啊 这边就是它煮饭的东西 它是做了这样的concept啦 啊 如果你们要跟这样子的concept的话 这是一个参考给你们啦 所以我现在带你们去看 呃 先去看master bedroom先 对 master bedroom 来走 来欢迎来到你的master bedroom 就是 room ok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master bedroom 你看它做到的concept嘛 它放这个 它放这个床啊 在中间 啊 然后还有两个bed side table这样子 哈 再加多一个柜 for那个电视那种东西 其实你看的kitchen 其实还有很多走路的空间的 而且呢 这个是 它有一个窗口 这边照进来呢 其实是 还有很多natural lighting的 很多光线的 啊 像你可以看到 如果你讲 Wardrop 在哪里咯 啊 没有看到Wardrope吗 Wardrope就在旁边 这边 如果你是今天是新婚家庭啦 有一个baby的话啦 这个地方你还可以放到一个 一个床啊 给baby睡的 对 所以很够用很实用的 你看看这是它的 这是我们的 最private 最隐私的 Wardrope 特别 给你们的 啊 所以这边 因为这边你看啊 很smart的design 这边是buff room 冲了量之间 你top光光过来这边 插 哎呀 可以了 即smart 所以这地方是最多女孩子会喜欢的 对 因为最 这样美的空间 很多人都找着这样子 你看我这样大支 其实你看 我转身 都还有很多味的 所以是 actually very spacious 像这边你可以看一下它的master bathroom 啊 有包什么 没有包Kenneth 哎呀 没有包我啦 可是有包我后面做着的这个buff top 啊 这个buff top 其实 两公婆 可以在这边 偷一段时间啊 蛮久下的啊 啊 老公冲完 冲完 不是问题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的厕所 也蛮大空间的 利用到蛮大的空间 厕所你看到的东西 都积全啊 要什么东西都会有 OK 来 现在我们就去 2nd bedroom 所以 这是它的2nd bedroom OK 这2nd bedroom 可以看到 它其实有自己的 private厕所也是 对 Wardrop就在你们这个旁边了 OK 其实honestly 我觉得我看了这个showroom so far啦 是one of the best show unit 在这整个沙巴 那你们其实也是可以做成像这样子的版 弄起来就很高尚啊 很high class啊 有这样子 luxuri的一个感觉 现在我带你去看那个study area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study area 这个只是它做到 它做到就是 一个concept 就是study area 就是做一个小office 这样子你看可以做到 可是even though that 它其实还 你看 它其实有一些很大的空间 你可以work on 其实 它不会讲很crampy 它不会讲 你要放你的家电脑 它都OK 或者是你要弄点private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fine sliding door 也不是问题 对 所以 所以现在我们过去 third bedroom so third bedroom 它就是没有 这个的third bedroom 它是没有自己的厕所 可是它有那个 balcony 就是connected to 刚才我们的那个living area 嗯 然后你看看下 这边也是可以fine一个wall drop 在这边 在我的旁边 也是还可以放一个TV cabinet 这样子 这边还没有放TV 因为没有这样夸张嘛 对 很多的小房 第三个房 都是很小的 嗯 但我们这个单位 它是可以看到 你可以放一个clean 再放一个wall drop 再放一个TV cabinet 都不是一个问题 都还有空间 对 因为通常我们看的unit 和那个第三个房间 都是放single bed 然后放一个wall drop 就满了 就很 动也动不到 你可以看得到 你看啊 as我们走出去 你看我们这边 还其实是有大的空间的 对 现在带你们去看 对面就是它的 share bathroom OK 这是它的share bathroom 你可以看到 其实里面 你讲 不会窄 其实也不会窄 你看我跟candle 要进来吗 我们来挤一下 我们来挤一下 看可以帮他们 你看自己romantic 是可以挤到的 你可以 走在后帮你刷 走在后帮你刷一下 帮你刷一下 你觉得我们两个蛮大致下 所以出来有点 出来是有点难 对 而且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厕所 跟我们的房间 都不是对着的 都不是对着的 蛮多的是 它是面对面对着的 对 所以这个是蛮好的concept 嗯 这个就是 它的share unit 你可以看到 它的design 其实是 选到 它的style 是比较 很多是wood 很多是minimalist 所以其实 这个concept 其实对我来讲 很感慌 因为我蛮喜欢这种concept 就是 有点wooden color 就是有点urban color 我觉得很美 好 现在我们是在1357的sqft 所以现在我们是在type D 两个方的一个study area的啦 所以现在我们是在它的这个大门前面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每一间unit 不管什么type 它的developer 有做出这个spacing 这个spacing不是给你拿来床小山的 这个spacing是给你拿来做show cabinet 所以你的鞋 你可以全部放在这边 你可以不用放在unit里面咯 所以带你进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大门呢 其实它很大 它不只是大 它其实装了这个东西 这个手是什么 在你放的时候 它不会很大声的 这样子 它会是比较soft的啦 OK 所以我们走进来 这是我们的dining area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kitchen咯 所以你可以看到 kitchen 然后外面这是那个laundry area 你看这个laundry area 它已经做了这种grill了 所以它其实是很safety了的啦 OK 那带你们去看living area 所以你看到这个living area 你可以看到 即使是一千三方积了 可是你看它极 spacious 你看我站在这边 它极 spacious 这边你可以放 这是你for你的tv的咯 这样子后面的话 它是你可以放sofa 所以你看电视的时候 是飞行这边啦 你又没有notice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 在这个unit里面 其实它没有转灯的 可是你可以feu到 为什么还是看到我这样摆 even though我这样黑 因为其实它的natural lighting很好 现在我们带你去看它的balcony 像我们就在它的balcony area 你看它在balcony 1357的square feet 你看几场 不错的哦 然后啊 重点是它其实connecting to 这个second bedroom 来 进来 这是那个second bedroom 你可以看得出 它其实不大不小啦 其实如果你是有一个small family的话 或者是你是single 然后想要parent's one 你站在这边的话 其实这个房间其实够大了的 OK 你看啊 Aircon已经装好了 全部已经是 它的wall finishing 其实是很美的 你可以看一下 现在带你出去 OK 像我们一出来的 就是它的study area OK 其实你们看一下 这个study area 它其实不会讲 很小 比普通别的condo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study area 这个bedroom is big enough for you to 放一个single bed 还有一个是 小的wardrope 或者是一个study table 这样子 但如果你 let's say 你不想要当成一个房间的话 你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你可以拿来做wardrope 一个wardrope spacing 如果你很多衣服还放的啦 或者是你要做你自己的office 或者gaming room 也是可以 你只是加一个partition 这边它已经是够好了的 这样我们带你去看 那个master bedroom啦 像我们提到它的master bedroom 你可以看得出 我现在站在这个corner 你可以看得出 其实这个spacing是很大的 for一个master bedroom 来讲 你其实这边 我凉啦 你其实可以放 你黏着这边 你可以放两个queen size bed的咧 不是高笑的 你看很大 稍微很大 然后这边可以放queen size 然后这边还可以放一个tv 这样子 你旁边 这边 你可以放一个什么 你可以放一个wardrope 这边你可以build in 一个wardrope 像它 你看一下 它的这个natural lighting 也是很好的 你看 全部是 镜子 也不会讲很热 然后这是它的master bathroom bathroom会在这边 OK 现在 还有一个bathroom就是在外面 这个是sharing的bathroom 这bathroom其实就是这边 你已经看到 其实它已经是ready好了的 OK shower screen built in water heater 全部已经好了 所以你买这个unit的时候 其实 你可以看到 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给你的 OK 接下来我们看的单位就是1641方车 这个的单位会比较特别一点 它是door key的单位 所以来欢迎看你的家 OK 现在是我们进到的是door key door key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概念 所以我会先介绍一边 然后再介绍另外一边给你们 来 现在我们先进第一间家 那这间家呢 它是蛮大的空间 是足够 它是有两个房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客厅 是足够你可以坐一个沙发 跟放电视台 都是有足足有余的空间 来 现在我们去看它的房间 来 我们现在要看的东西呢 就是它的房间呢 它用的那个flooring呢 它是比较特别一点 外面用的是二乘二的 而里面呢 它是用SBC的 STC这个呢 就是所谓的 如果你是家庭主妇 天天打扫家里啊 用到漏水 或者是小孩子漏水的话呢 它是不容易那个地板 没敲起来 它会有这样子的保护口的作用 OK 所以这个房间呢 你是足够可以做一个 来一个小型的study room 或者是说你可以放一个queen size 再加一个小的ward dog 都是没有问题的 来 我们去看 这边就是它的厕所了 厕所的方面的话就是 跟外面的大同小异啦 来 我们来看一下主人房 主人房才是最特别的地方 主人房还是一样 地板是用着SBC的一个flooring的台子 然后整个空间呢 你就可以看到是非常的阔的 然后镜子也给住住你 你会觉得很亮 今天你不需要开冷气 也不需要开灯 你会觉得很亮 也觉得很凉 啊 什么都会有在这里面呢 来 现在我们看完了 这个DUOKEY的其中一间 加了之后 我们去看另外一间 说回来这种DUOKEY的作用呢 很多顾客都会觉得 你是拿来自己住吗 叫做两间家要怎样自己住 其实你可以拿来另外一间家呢 你可以拿来租给一些来 Category给一些这四周围的Tenant啊 医生护士啊 或者是啊 你有一家人的话 孩子长大了 你留一间给他们 有自己的失联空间 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的 另外一个DUOKEY的type 叫Studio 然后我们 before that 我也是要给你讲一下 我们的Intercom这个系统 每一间单位呢 都会有自己属于自己的Intercom系统 我们这个的用处就是 如果今天你有朋友在下面的话 你都可以用着这个Intercom 跟他联系 so that 你不用亲自下到下面 自己还上来这么麻烦 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Studio Unit 也是会必有自己的厕所 自己的私人空间啊 对 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Studio哦 其实你看起来不会很小的 而且是足够你摆完你家里 所需要的用品 例如床啊 沙发啊 啊 电视啊都可以的 而这些都是我们的 view 啊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的ceiling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ceiling 都是有大概是个十 十尺的空间啊 是足够你看起来整个家的概念啊 都不会觉得很窄很密的感觉 来 杰森 这样我们看了showroom啦 也是做了review 这样你什么看法 嗯 其实 honestly 对我讲啦 啊我我我会以这样的如果这样的 如果这样的budget 我会其实consider jesserton tun tower的 因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从以前小都是住过 abartment啊 condor这种东西 和对我来讲 呃 having 这样的neighbor boost is not surprising 对我 然后以他的价格 来compare with 他的facilities 他的view啊 他的location 还有他的security wise啊 其实是一分钱一分活 我觉得是 可以啊 真的是可以买之下手啦 啊 你耶 我个人是我跟你刚好相反啊 因为我是住在lander的 从小到大 so 呃 我的的确确是给他的view 吸引的啊 我是很喜欢他的view 嗯 只不过是我跟你的 situation 相反 so我会比较look into lander property 嗯 如果是lander property 是奥买我的budget的话 我会 真心考虑到这个 9小只Tun tower 因为我住在这边 我是感觉到很舒服 很凉爽 嗯 ok so but what do you think 如果你们有什么 看法的话 请comment 在我们的comment section veloh ok 然后记得 like subscribe 还有share我们的video 对 ok so stay tuned for our next review video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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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